我們醫療奉獻獎的得主以及各位代表 我要一一把名字都念出來 我們李柏章醫師 請坐 我們戴東元醫師 我們顏春佐醫師 還有我們林瑪麗醫師 我們高楊威醫師 我們邱孟趙醫師 我們羅介山醫師 我們林秀麗護理師 以及許金川醫師 楊培銘醫師 我們今天還有兩位沒有辦法到場的接獎人 一位是今年剛拿到身份證的賴甘林神父 另外一位同樣是外籍身份的卡聰林修士 我要請代表出席的陪神父跟副神父 代我轉達誠摯的謝意 謝謝他們為臺灣的付出 醫療奉獻獎今年已經是第27屆 我剛才一一問候 並且介紹今天的得獎人 就是要表達政府對醫療從業人員的感謝 並向各位致上最深的敬意 從每一個人得獎人的故事裡面 都可以看出 也可以看到政府還有做不夠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政府一定要一一的來補上 也希望我們民間的力量 可以持續來協助政府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因為你們無私的奉獻 讓臺灣社會感受到 醫者人心 我要再一次的代表政府 代表臺灣社會 向各位致上敬意 謝謝你們為臺灣所做的付出跟貢獻 謝謝 謝謝大家 首先我代表行政院 恭喜每一位醫療奉獻獎的得主 得到臺灣最崇高的醫療獎項 醫療奉獻獎並不是頒給醫術最高的人 也不是頒給病人最多的人 當然更不是頒給賺最多錢的醫師 要得到這個獎 也因為這個獎的崇高 一定要有奉獻的精神 才有機會得到這個獎 換句話說 它是頒給愛心最大的醫療工作人員 現在的社會 因為趨於競爭 關係也趨於冷漠 甚至社會也越來越絕的功利 那麼這個時候 也因為有後生基金會 還有聯合報TVBS 大家共襄盛舉 讓社會知道其實還有許許多多人 在臺灣這塊土地上 對著國家的主人做出很多奉獻的工作 特別是這個獎項 我曾經擔任會長的時候 在主持會議的時候我才知道 是聯合報特別派記者 就各界提供的名單裡面 一一去訪視調查的結果 是親自要去訪視要去調查 然後才讓委員在會議裡面 就這個訪視的調查員的調查報告 然後去做決定了 所以這個獎項的崇高 一方面建立在每一個得獎者 對社會的犧牲奉獻 另一方面也建立在 務實踏實的調查精神 所以今天身為一屆的議員 我也有機會在這邊 恭喜大家深感榮幸 我也代表一屆向大家致敬 感謝你們 你們辛苦了 也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